齐哈尔三十四中学 四点钟左右 发生体育馆 楼顶参踏事故 在四点钟发生事故以后 孩子陆陆续续的 送到各个医院 有第一医院 有什么南院 中医医院 有中医院南院 有附属二院 陆陆续续的送到 在这个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甚至六个小时 这些时间里边 谁都干啥了 都在干什么 你们孩子们有身份体重 你们不需要跟家属沟通一下吗 家属家里有老人 后事需要处理 不需要准备一下吗 抢救了这么长时间 谁给我们家属沟通一声了 来了的全是警察 在战的这些人里边 有教育局的 有政府的 你们从来了 谁也不作声 谁也不说话 你们在这里边干什么 让你们在这干什么 你们当密探吗 你们在问情况吗 在给领导汇报吗 医生也不出来 医生 医生是不是要把抢救孩子 这个过程 相关情况 要跟我们随时沟通 没有一个沟通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 在这里 我们一起穿越 中国数字高墙 我们刚刚听到的 是7月23日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 体育馆坛塌事故发生后 一名遇难学生的父亲 在医院发出的愤怒控诉 7月23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第三十四中学 发生了一起 体育馆屋顶坍塌事故 共造成了11人死亡 4人受伤 事发至今 齐齐哈尔官方 仍未公布遇难者名单 网民文武 在事故发生第二天 分享了个人的统计结果 称11位遇难者皆为女性 是该校女排成员 其中一人为教练 诗人为学生 一天后 微博用户俊野娥 根据网络信息 整理并公布了遇难者的姓名 他们是 崔莫轩 林鸿宇 聂宇飞 魏宇星 于天琪 李美娇 于慧星 梁玉 莴宇童 王子薇 以及教练丁薇娜 然而 这两份沉重的 非官方统计名单 却陆续遭到了删除 仿佛他们的名字 就不该存在 29日 齐齐哈尔市 第三十四中学 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一篇89字的道文 被网民批评 搅揉造作 闻过是非 随后又被网友扒出 这篇道文文案 抄袭字某知乎回答 这篇道文中写道 七天来 痛揉碎了心河 化作繁星 化作皓月 化作你们的模样 有网友对此评论 说 我们只想知道 是什么揉碎了房顶 又是什么揉碎了人性 根据官方通报 事故发生原因 为学校施工方 在体育馆屋顶 违规堆砌 珍珠岩建材 珍珠岩 雨后进水增重 导致屋顶 喝再增大 最终引发坍塌 但这些 显然只是事实的表象罢了 很快 网民就发现了 更多问题 首先 本次引发坍塌事故的 建材珍珠岩 已在体育馆屋顶 堆放了大半年时间 期间 多次有人对此表达过担忧 但均被无视 其次 在事故发生 仅三天前 当地政府宣布 完成了20万人 安全生产大培训 并称所获效果显著 第三 承接34中项目的 施工单位 加美公司 只是一家小公司 却接连拿到了 各种市政基础设施的单子 此工程项目中 负责招标的代理公司 也同时成为了 该工程的监理单位 这并不合规 有网友总结称 这起事件是妥妥的人祸 恐怕没有任何借口 可以推卸 远不是一句 形式主义的指责 就可以简单带过 那些逝去的师生们 也不应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十一 而是应该被记得的 一群鲜活个体 这是一起 本不应发生的 系统性失灵悲剧 当然 在事故发生后 当局在维稳 销声方面的表现 依然稳定 甚至可以说 充满了想象力 上海方面开始严格提防 央铺区 齐齐哈尔路 出现类似去年 乌鲁木齐大火后的 自发悼念行动 有传言称 附近的鲜花店也被关闭 在齐齐哈尔 第34中学门口 大量献上献下的民众 为遇难者献上了鲜花 饮料 水果 奶茶等 而与此同时 在微博上 齐齐哈尔34中前 悼念的花海 不该对齐齐哈尔事故 保持沉默 等多个相关话题 遭到屏蔽 这些与官方强制性遗忘 向对抗的感人悼念场景 也仍免不了被称为 境外势力 以及浪费实物的指责 有不少网友还提到 在屋顶坍塌之后 所目睹的最心碎场景 并不是在现场 而是遇难者家属 在遇到维稳铁板后 所表现出的冷静 谨慎与克制 一位正承受 丧女之痛的父亲 在医院的走廊里 用近乎新闻通报的 标准句子 来描述这起悲剧 甚至对于政府 安插在现场的眼线 表示理解 展现出一种 令人心碎的卑微与懂事 而他提出的诉求 仅仅只是想要尽快验尸 见到自己的孩子 一位网友 无比痛心地评论道 印号 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做出的规矩 让具体的人 变得如此非人 一周建读 2023年7月已经过去 中国数字时代 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期间 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 以时间为序进行混件 制作了本月的阅读视频 七月之声2023 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来听一听 三人使人 在这市场吧 你当作是 去的吗 你这个人当作一台机器室 连喝一喝时间时间都没有 连这看没人家的地方 直接就没有 限制你十分钟 十分钟 走个年回的不够 就算有关 这市场上 就算有关 让你去干一天 回来再吵吵 买了房子 然后贷款还了四年 烂尾了 烂尾了 然后我们前天去维权啊 遇到了极其荒诞的一幕 到了售楼处 发现有一群 戴着安全帽的大哥 在那堵着门口 是谁呢 我们就过去打听啊 一问啊 是建筑工人 是小区里面的建筑工人 开发商拖欠他们的工资 不给他们发工资 工人大哥罢工了 工人大哥也在维权呢 关工战琴球 受害者会是 看我这来哈尔冰交警 不交警 我问完了就让我闭嘴 问就让我闭嘴 我问了 完了你让我闭嘴 让我靠一边去 老百姓连发言权都没有 你凭什么扣折呀 今天CDT阅读视频 七月之声 2023 本周报告会 我们关注 一 对于中国AI技术的担心 以及解决之道 二 皮优民调 24国民众 对中看法负面 三 为什么中美经济 去风险还远远不够 中国数字时代 本周推荐媒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这是一个独立 且无党派的澳洲智库 近年来因为关注新疆集中营问题 并且发表多篇重磅报告 渐渐为中文舆论厂所知 今天CDT报告会 ASPI 降低独裁政权 在AI领域的风险 外二篇 在本周的404文库选读栏目中 我们选读了过去一周中 引起舆论关注 并被审查机制删除的 三篇404文章 分别是 来自文武 我最好的朋友全走了 一份不完整的 七七哈尔坍塌遇难者名单 来自微信公众号亮剑 为了忽悠农村大学生回农村 人民网连脸都不要了 评论人民网近期发布的社论文章 充分发挥农村大学生独特的优势 号召广大出身农村的学生 在毕业后 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回到农村 以及来自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 作者张丹丹 情节404文库 鲜花是祭奠 更是对人祸导致的 生命悲剧的无声痛斥 外耳篇 本周 关于七七哈尔第34中学 体育馆坛塌事故 中国数字时代 共收录整理了23篇相关文章 及网络名义 可以在CDT周报网站文章中找到 请见相关文章 一周关注 近日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长时间的消失 令网民感到好奇 困惑 而与此同时 微博疑似将秦刚的搜索结果 进行了禁搜处理 仅显示 加V用户的消息 7月19日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超过三周没有公开露面 并缺席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引发了外界持续猜测 有关秦刚的桃色消息 落马传闻 被广为流传 57岁的秦刚 于去年12月 接替王毅 出任外交部长 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6月25日 在北京会见斯里兰卡 俄罗斯和越南官员 7月17日 有外媒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追问 秦刚何时返回岗位 他为什么缺席公开场合三周半 与傅小田的相关绯闻有关吗 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重复表示 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还是关于秦刚 就是秦刚目前人在哪里 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谢谢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谢谢路透社 就是再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说 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导 已经就是表达得非常清楚 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理解你 你说你认为非常清楚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不太清楚 所以想再问一下 这个就是他不是外长这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清楚 他清楚在哪里 谢谢 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 除此之外 我没有更多的信息 下一个问题 据最新消息 7月25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 免去秦刚外交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下一任外交部部长 并在外交部网站上 删去了秦刚的相关信息 情间立此存照 消失的他 外交部长秦刚去哪了 以及相关文章 7月18日 微信公众号 千千成余伞被平台封禁 账号停止使用 成余伞是一个关爱女性的公益项目 致力于消除性别暴力 除微信平台外 成余伞的微博账号 是成余伞呀 也被禁言 目前可见的最新一条微博 发表于6月12日 内容是反对公共场所的偷拍行为 中国数字时代 共收录过11篇 来自成余伞的文章 大家可以在网站文章中找到 新建 404媒体 公益性别媒体 成余伞被封 一周惊奇 浙江省民政厅 于2023年7月13日 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 统计数据 其中 火化遗体数达17.1万句 有网友统计发现 相比去年同期的9.9万句 增长高达72% 在引起网络讨论后 浙江省民政厅 已将原数据从官网删除 请见404文库 浙江省民政厅 2023年一季度 火化遗体数 17.1万句 2023年6月的 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出炉 16-24岁的年轻人 失业率已达21.3% 创有数据以来最高记录 微博上 有网友爆料了某校老师 在学生群里 督促同学快速就业的方法 老师称 只要各位同学 在咸鱼平台 注册账号 卖东西 也算自主创业 也算完成就业率 微信公众号 爱阅读生活 对此评论道 现在淘宝门槛高 在咸鱼开个店 也算就业了 至于这个孩子 是学考古的 还是学物理的 学经济的 还是学会计的 都不重要 至于孩子们 想要做什么 理想是什么 也不重要 至于孩子们 就业后 能不能养活自己 大家都有父母 大学都能上 还怕饿死吗 当然更不重要了 于是乎 在各方努力之下 我们可以相信的是 下个月 失业率 肯定会大幅度下降的 再赢一次 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情间 一文官指 大学生在咸鱼 注册账号卖货 就算自主创业 7月19日 比亚迪登上热搜 原因是网上流传出 一张考勤数据图片 图中统计了 经常一到点就下班 的人数 统计范围为各部门 F之地级员工 涵盖比亚迪下属的 大量单位 疑似是在批评 公司内部存在 倒点下班现象 引发网友讨论 此外 网传的另一张 名为 维记榜的文件显示 对于工作时间刷手机 刷网站 看新闻等行为 比亚迪也进行了公示 晚些时候 比亚迪回应称 上述内容是假的 且相关内容已在处理中 对此 有微博网友称 比亚迪之前还搞了个 勤奋度排名 什么叫勤奋度 就是扣除你计资的加班 扣除换修 调修的加班后 剩下的免费加班时长排名 每个月邮件通报 请见来自微信公众号 懂车地的文章 通报员工到点下班 比亚迪再上热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歌手刀狼》发行新专辑《山歌料灾》以来 其主打歌曲《罗刹海事》 引发大量网络讨论 这首歌曲的讽欲指向若和 各路网友争执不下 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现象级的社会猜歌运动 在一篇已经被微信平台删除的文章中 微信公众号旧文评论这样写道 从反击四大恶人到讽刺社会现实 《刀狼》的歌迎合了全体阶层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的普遍情绪 这些情绪之间合意共通的很多 无法共通的也很多 从《讽欲》意义上讲 罗刹海事 马虎 幼鸟们真不怎样 这也意味着当前社会也真不咋样 在《刀狼》的旋律响起时 过去那种你站立的地方就是叉叉 你怎样 叉叉就怎样的豪情 显得太侥幸 太丢人了 就此而言 《刀狼》的歌是解构了一些东西 问题在于 如果《刀狼》讽语的起点是社会这个大局 那它的终点在哪里 哪怕全民热议 但关于这个关键点是模糊的 认为《刀狼》的歌曲是骂四大恶人 这个理解本身是很有意思的 人们无形中将讽语的刀锋向外了 认为自己有超越罗刹国的特权 《刀狼》致意 虽是搜集民间故事而成 终究是《刀狼》先生的出世异语 《刀狼》借意识式的精神内涵一用 获得了轩腾之效 这个现象雄变地证明 大量在道德上值得质疑的活动 已让古今社会驱同 因为太多人困在较低的意识层面上 因由罗刹海市的刀狼 就成了那个带刀的人 请见404文库 来自旧文评论 竟无一人是刀狼 一记相关文章 最后 一周故事 7月20日 造期压三年七个月的法律公益人 法律学者郝静松 北山西省定乡县法院 以诈骗罪判刑八年 循性滋事罪判刑一年九个月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年 并处罚金35万元 郝静松生于1972年 山西新州定乡县人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从2004年夏天开始 郝静松先后七次 将国家税务总局 北京地铁运营公司 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 原因是 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 未能要到发票 他对踏破行业漏规 霸王条款 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 因此先后被提名为 2005年中国法治新闻人物 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他本人也以维权战士的身份 被写入了 2005年中国法治蓝皮书 2006年 因买到涨价的火车票 郝静松向北京适宜中院 起诉铁道部春运涨价 不开听证会 程序违法 2007年 郝静松介入陕西华南虎事件 向山西法院起诉周正龙 对原国家林业局提起多起 政府信息公开公益诉讼 2009年 郝静松介入了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后成立了定香县 静松法务咨询中心 2017年 郝静松向定香县环保局 实名举报当地的 泰城纺织印染公司 涉嫌污染空气和水源 2020年1月2日 郝静松因涉嫌寻性滋事罪 被定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在微博相关新闻评论区 网友Drunk Cake评论道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世界 这是郝静松34岁时的回答 这些话 我在16岁的时候抄下来 压在桌子下 人生道路的选择几乎溯源于此 大概这辈子不能忘 请见网络民意 一位为公平正义努力过的公民 此外 郝静松曾在2009年11月 接受了《人物周刊》的采访 在这篇《人物特写》和访谈中 郝静松说 每个人都会有恐惧 但是我不能露窃 在老百姓心中 我们告过那么多国家部委 林业局 铁道部 国家发改委 我们是安全的 而且我们改变了一些现状 我们不能怕 他还说 民主就是一条跑道 我们暂时无法确定 这个跑道有多长 我们把它初步假设为 一个5000米的跑道 要用20年或者15年的时间实现 政府也在这个跑道上 你不可能抛开政府 就能进入现代社会 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 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 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 是安全的 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 在这种状态下 政府是安全的 你也是安全的 跑道以外的人 也看到了郝静松是安全的 那就会有更多的人 走上这条跑道 人多了 民主的进程就会缩短 情节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郝静松 不服从的公民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希望了解 本期节目中提到的 相关新闻事件或文章 欢迎点击文字简介中的连接 在中国数字学代网站 阅读更多内容 中国数字学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 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